大家好,我是您的专业医美顾问小赵 关于脸部抗衰提升 上几期视频分享了超撑刀和热马级 今天给大家分享另一个受求美者喜欢的脸部提升项目 脸部埋线,就是我们说的线雕 在日本超过20岁以后做的人特别多 大家都知道趁早保养是防止以后急速衰老的前提 我们很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你怎么老得这么快呀 我们都喜欢听到别人说您变得越来越年轻,漂亮了 脸部埋线是通过线体提拉,从而改善皱纹 包括法令纹,改善脸部松弛,使人变得更年轻 现在日本医院常用的是PDO和PCL这两种可吸收的线 材质的安全性极高,也不会作为遗物残留在身体内 是特殊的锯齿形线,有挂钩皮下组织往上提拉的效果 一般医生会搭配着同时使用,维持时间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最终会被身体慢慢吸收 做过的客人反馈都是棒棒的 记得有个客人跟我说过,一下子年轻了10岁,返老还童了 根据个人的情况不同,一般术后两到三天会消肿 术后第一天就可以正常化妆,外出也不受影响 而且创伤小,不留疤痕,恢复机快,自然简单,提升效果 立竿见影,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微整形手术 所以无论是仪器类,还是现雕,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 好了,这就是今天的内容,若喜欢的话,记得关注我,给我点赞转发哦 谢谢大家